想聽 有記憶的時候 我就已經在這生活 我家住在三樓 每條高卻又樓中樓 可必再算明星 你機會到快生鮮 二樓的牛肉麵 層面還讓我欠欠 一樓的西裝店 大必就是皮鞋店 所有好吃、好玩、好聽、好看的 都在這邊 如果想听音乐 有多少大前辈 小时候不知道在这里买了多少唱片 从黑胶唱片买到光碟片 时代在改变 音乐也跟着改变 该怎样才能够一不变 一万遍 现在只剩佳佳唱片 还在西门町开店 回不去 也不能带走的回忆 还在我心里变成我 身体里的血液 回不去 那就往前吧 带着那 不是往前进 就不是 我来写新剧情 你好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我们刚刚看到的MV 是望福乐团的新歌叫做 我小时候都去中华商场 这些很珍贵的画面 勾起很多老台北人的回忆 今天很高兴望福乐团来分享 他们的新专辑 以及我们记忆中的中华商场 首先介绍的是望福的吉他手小明 耶大家好我是吉他手姚小明 耶呼 哈哈哈 然后是我们的贝斯手推金 哈啰大家好我是贝斯手推金 然后我们的主唱玛弥 嗨大家好我是玛弥 还有鼓手杜萍 嗨大家好我是鼓手杜萍 哇我每次看到望福都觉得充满活力 然后都会很开心 可是刚刚那支MV还蛮特别的 中华商场真的是小明住过的地方 对对 那里面是你有照片有你吗 有刚刚那个一开始有几张照片呢 是因为这个MV是我们的好朋友 然后一个叫张哲生的张哲生大哥 他是那个整个应该是说台湾有很多地方的历史啊 或者是照片 他因为他也是一个摄影师 他有很多珍贵的照片 然后包括他对那个历史的考究 也是非常的深入 所以呢当初认识的时候是因为中华商场知道他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聊 因为我是居民 他没住过里面 所以我们就会聊一些我以前在里面住的时候是怎样 那有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他就非常的兴奋这样子 听完这首歌以后呢 整个人都热血都燃烧起来 他说我一定要把这首歌跟我 因为他以前就有做过中华商场的那个影片 很多老照片放进去 他说他一定要想办法呢 就把这首歌跟他的照片呢 做成一个类似像时光机 因为很多人没有去过那边 然后有这首歌有歌曲 但是呢如果再加上那个照片呢 就真的很像一个时光机 带领所有人一起去参观一下中华商场长的什么样子 所以小明真的小时候住在中华商场的三楼 对三楼 三楼大部分的人呢都比较没有印象 因为中华商场呢 最爱的 一楼是吃的啊 然后制服定座啊 对做制服 然后像以前很有名的点心世界 对对对 也是在一楼 然后二楼的话 其实一二楼 应该是说差不多都差不多 只是呢大部分的制服定座会选在一楼 然后大部分唱片行也会选在一楼 然后二楼就很多吃的 然后手表店啊 又漫漫画的 真的是台北人的回忆耶 对然后很多电动玩具店 是那种任天堂那种红白机的电动玩具店 对 然后就会有很多小朋友在那边排队 因为家里是有红白机 可是卡带很贵 对要另外买卡带 对所以呢想要玩到最新的游戏呢 就小朋友都是去电动玩具 你很前面排 就有很多条命嘛 对对对对 一个人只能玩一条命 你这条命死掉了 就轮流 就下一个人玩 对然后有些人就有办法玩很久这样 然后玩很久就会变英雄 大家在那边 其他的团员对于中华商场有印象吗 我自己比较没有耶 因为那时候我们也都才国校 然后爸妈应该不会让我们单独去中华商场 其实门丁那里有点乱小朋友不能去这样 我爸爸有啦 他就是以前在台北工作 所以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也很有感觉 他就从他以前都混那里的 这首歌你们要怎么进入那个情境呢 就像小明这样子啊 他在向大家介绍的时候 我们也跟着很多 就听他讲故事 就是在他还没写这首歌之前 他就常常在讲他以前小时候 在中华商场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真的 推基记得有什么故事吗 我记得有说他半夜不敢去上厕所 然后他就从那个 因为他们家其实有点像楼中楼 他就是睡在二楼 他就从二楼直接尿尿 没有没有就直接尿了 你说尿在一楼 不是 走廊那边这样尿 走廊有过啊 就是 每一户人家呢 火车轨道就是 有一面是面大马路这样 然后大马路那一面 前面每一户前面都会有一个 算是共用的 每一户前面都会有一个空间 因为那时候很小 然后 你就爬到一楼的时候啊 然后你看神坛那红色的灯 那就已经够恐怖了 然后旁边还有阿咒的照片 阿咒跟阿嬷的照片 然后因为他们都说我阿嬷 会对我很好 然后阿嬷的照片在笑的时候 小朋友就会很怕 晚上去上厕所就好挣扎啊 对对 然后就会 又不敢 尿在这个床上嘛 那就只要开窗户往外面尿 然后后来我学会了 就后来我房间换了以后 我的窗户打开是面对铁轨那一面 那铁轨那一面呢就 就很方便这样 比较方便方便 比较方便方便 对因为就是那边比较 就是石头嘛 石头 然后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回忆 还有一个是打电动的时候 那时候我妈很讨厌我打电动 对 当然啊 很不希望小朋友沉迷打电动 对 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 可能因为打电动 然后 会需要一点想象力 还有反应力 对 那时候第一栋的全部都是电动玩具店 然后我妈常常去那边找我 要抓我就去那边抓 在排队 小孩找不到就约莫在那边 对啊 然后就有一次他 我好像答应他我不会去 就我还是去了 结果他就很生气 然后拿那个 然后有点像蓝白刺内拖那种 那种 蓝白拖 绿色红色那一种 更轻盈的那种 他就拿那个打我 在那个电动玩具店里面 他就啪 可是因为不会痛 而且他声音很搞笑 然后我就啊 然后他就更生气 就一直打 然后我就肩跑 他就啪啪啪 然后我就啊 然后一直跑 然后一路跑回家 变得比较 敢把内心一些比较感性的那一面表达出来 诶 这又是跟下一代有关吗 对啊就是当了爸妈之后 你就会想到 就是你自己成了父母 你就会想到我们的父母 对啊就想到我们的父母怎么这么伟大 可以把我们这样子带大 我们以前这么坏什么之类的 很叛逆 对啊 你们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特色好不好 嗯 好像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做 我下来 我下来 这就是旺福这张专辑的精神了 对 因为呢我们都说我们 我们这张专辑其实 我们录音录得非常的干 因为我们所有的歌呢 都跟夏天有关系 所以我们拼命的要在暑下 把这张专辑推出 真的 因为我们希望呢 让大家知道就是 夏天是属于旺福的 并不是旺福属于夏天 对 就是听到旺福的歌你就会想要 你可能会想到 像我们可能想到过去暑假出去玩啊 然后或是小时候很期待暑假的感觉 嗯 那长大了以后你就会想 你有多久没有出去度假了 嗯 要是跟朋友出去玩 对 就是夏天其实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 对 那旺福的歌又充满很多快乐的气息 对 我们就很希望在夏天这个时候推出 可以跟大家一起拥有这个美好的夏天 嗯 可不可以说一下这张专辑 有没有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突破 嗯 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我们变得比较 敢把内心一些比较感性的那一面表达出来 诶 这又是跟下一代有关吗 应该是 对啊就是当了爸妈之后 你就会想到 就是你自己成了父母 你就会想到我们的父母 嗯 对啊就想到我们的父母怎么这么伟大 可以把我们这样子带大 我们以前那么坏什么之类的 很叛命 对啊 因为现在自己带小孩就会觉得 哇我还要 我要把它带到像我们这个年纪呢 还要花个三十几年 还要好久对 对 哇那这三十几年 这个我爸妈是怎么样 没有就打你啊 哈哈哈 女医生会比较担心他 呃 万一什么没有 安全对啊 没有找到好朋友会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我小时候也走私过好几遍了 我现在就想到 哇如果我小孩走私我该怎么办 我吓死了 对啊 对啊 然后还 明风还算淳朴一点 抱个紧 跟这个时候不一样 对啊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应该就是我们专辑的最后一首 On and On 对 这首就是在讲家 我们整个概念就是一个家 有了一个家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家有多重要 你就会知道家有多重要 然后不管你走得多远 然后当你回头你还知道 你还有一个家在你的后面 啊 嗯 好感性哦 其实旺图陪我们17年 你们之间的相处应该也很像家人 对 会不会 其实我们就是 就真的是家人 然后呢 可是呢有些好玩的部分呢 像是那种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同学 嗯 其实我们有很多 你说你们像是住一个同一个宿舍的同学 就是去玩的时候 因为我们四个人常常一起 看电影嘛 吃饭 比如说等一下我们可能就要回去一起去吃饭 我们住的地方不一样 嗯 可是我们非常常出来见面 即使不是工作的时候 是非常好的朋友 诶那怎么维系17年的感情 老团要怎么维系感情 附平你会跟他们吵架吗 吵架不太会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 每个人的个性 互补很重要 嗯 像是有的人就是 会在外面比较 勇于跟外面发言 嗯 然后就是做一些事情 然后有的人就是在后面默默支持大家 所以肚皮是哪一种 我就是属于默默在后面支持大家 默默在后面 什么事都不做 就像鼓手啊 鼓手通常都会在后面 但是 神秘的男人在后面 对 我们在前面表演 他都在后面 但是音乐里面没有鼓是不行 对 比如说就是 我们练团之前大家都会 小明都会买很多东西给大家吃 好好喔 照顾好肚皮 然后我就是负责他吃完了之后呢 我负责帮大家收 想想把垃圾梦 带回家 带回家 大家会奔工 他是在奔工的 那个以前叫什么 清洁股掌 卫生股掌 卫生股掌 然后我比较像 团里面的话 我比较像 康乐股掌 康乐股掌 也没有叫康乐 他大概就是班长 我比较适合像中午那种咬饭给大家 因为我喜欢点很多好吃的东西 可是一个人觉得吃不完 所以只有当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可以每个东西都吃一口 然后他们吃它就帮我吃 就分享嘛 其实中芬也不是不好 中芬是一个非常有力道的发型 中芬就像摩西呢 然后就把红海打开一样 然后那时候就乱写说 当摩西把红海打开的时候 搞不好那附近所有人 发型都变成中芬 那一瞬间 全部人都变中芬了 那一瞬间 今年旺福有一个很大的喜事 旺福有小朋友 下一代 而且你叫他什么 女儿 女儿 天儿 天儿的儿 为什么要这样讲 有一阵子身边的很多朋友 都有了小孩 然后他们对小孩的暱称 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在聊天都是讲 女儿女儿 婴儿婴儿 就是儿那个 天儿的那个儿 对 一开始我是听不懂 对啊好奇怪 后来久了也被洗脑了 那当自己有了女儿之后呢 就自然而然就也就女儿 因为觉得小朋友跟动物是 结合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事情 对 对 然后就 然后推机就已经 在为小孩 准备 准备什么呢 他也是上瑜伽 啊 孕妇瑜伽 准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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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吃饭睡觉吗 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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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一些健康的东西 然后那一阵子呢 他也有在跟小孩互动 因为会提养 嗯 然后想到一提 他就 哎呦 提一下 可是我是追不上那个 因为那一瞬间过了 对 所以呢 就写歌写着写着呢 有时候写不出歌词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好寂寞 他们两个人这样子都互动 我们是一国的 他被抬起了 然后就会开始幻想 以后他出生之后 我们会有什么互动 我们全家一起干嘛 然后顺便呢 想要写一些 其实有点像写信给女儿 告诉他 现在的 爸爸妈妈 你在做什么 嗯 然后有这种东西 有点像 时空胶囊 以后女儿再回来看的时候 觉得 哇 那个时候你们在干嘛 嗯 然后觉得是有趣的事情 所以呢 就在网路上 在旺福的Facebook上 有时候就写一下写一下 嗯 刚好呢 我听起来很好 大家非常喜欢啊 疯狂连载 疯狂的分享啊 对 然后后来我也觉得 跟大家分享这个心情 是真的是很有趣 嗯 所以我就在每一次 写不出歌的时候呢 就转换心情 写信给女儿 然后写一写 突然拿到歌 我就回去写歌 你女儿都还没有出生 就给你很多灵感耶 对啊对啊 因为 可能是因为 得不 没有到手 反而呢 比较有想象空间 现在到手的时候 其实也有想象空间 可是 就是会忙着 很真实了 忙着跟她玩耶 一直在研究 怎样可以有新招跟她玩 这样子 比如说她现在会 翻身啊 嗯 现在七个月 七个月 七个月 然后最近开始会 后脚好像都顶起来 脚爬了 对 现在比较多是在研究 如何捕捉每个瞬间 每一个瞬间 可能下个礼拜 又有点不一样 又不一样 长大了 所以就会觉得 这个现在 她如果有要表现 什么酷的 一定要拿她拍下来 因为之后搞不好 她已经 会站的时候 她就再也不会有趴的这种 要起来 又起不来的冬 所以我在想想 我觉得小明的父爱好多喔 这样有怨强 满满的爱 真的 其实我比较显性 然后蜕姬比较隐性 她就是 我是显性 她隐性就是负了很多 很多照顾 然后就是真的是 有时候研究一些 不同的奶粉的差别 然后小朋友 吃东西要怎么 哪些比较健康 哪些会过敏 那她的是比较 属于内在的 推起讲一下心情好不好 嗯 心情 其实是很快乐 但是 是会睡眠不足的 一定会啦 照顾小朋友 因为其实就是 会 你会舍不得睡觉 当她睡着的时候 会很想要观察她 啊 然后你就会 当 可是这样子 就是 也是会牺牲自己的睡眠世界 会觉得心是被填满的 哇 对 心是被填满了 这件事情还蛮充实 嗯 对啊 妈咪有 我们也被她填满了 是不是 就是 他们两个有小孩 应该等于你们两个 多了一个 他们也要负责照顾 就是 我们家多了一个小孩的感觉 对啊 然后她 而且 我觉得小孩真的都是天使 就是她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带给这个世界上的人欢笑 所有人看到 出生的宝贝 就是不管你生活中遇到再困难的事情 你都 你都会笑 嗯 你就是自然而然的 看着她你就会 露出微笑 我觉得这就是天使 很棒哦 对啊 腹皮有觉得多一个小孩的感觉吗 有啊有啊 就有时候我们在公司练团的时候 有时候练练练练练 觉得哦 有点想要休息的时候 然后出来就可以看看那个 朵安 就是他们的小孩 嗯 就睁着这样大大的眼睛这样子 然后在那边爬 就觉得哦 实在太可爱了 哈哈哈哈 她一直很试图想要 加入照顾的行列 就说让我试试看 帮她换尿布吧 哈哈哈哈 有开始尝试了吗 还在看 还不敢 就是稍微都会观察 研究一下说 哦他们都是怎么样 翻面 翻面 简单吗 刚小明有讲到 小朋友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你会写信给他 嗯 你大概会写什么内容 就都有啊 都是生活中的 因为写信比写歌词 容易蛮多的 嗯 写歌词 你要迁就于 那个旋律 旋律 的字数 对 有时候还要押韵 对 可能一句话就要讲 一大堆意思 嗯 写信就 一直打一打 他什么都写 他写得超好笑的 他会写什么 他就 因为那时候我 就是他们在代彩那段时间 我就去巴黎嘛 嗯 然后我在巴黎待了半年 我也都会定时锁定我们的军方Facebook 收看小明的给女儿的信 对 有些时候讲发型 中分 他就说我跟你讲爸爸以前有中分啊 然后什么 也讲他的回忆 然后也讲说 如果你以后要中分的话 你要考虑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就自己写很多 因为像是我觉得 我 其实现在我比较喜欢没有中分的发型 就是 没有分线的发型 对 但其实我只要一个不小心的时候 那个就是 历史悠久 那个中分线就会跑出来 然后就觉得很烦 嗯 所以那天写信就写说 女儿啊 如果你要中分的话 爸爸劝你啊 先想三天 然后再来跟爸爸说 你要留中分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就乱写啊 就中分呢 是一个 其实中分也不是不好 中分是一个非常有力道的发型 中分呢 就像摩西呢 然后呢 把红海打开一样 对 然后那时候就乱写说 当摩西把红海 打开的时候呢 搞不好那附近所有人发型 都变成中分了 那一瞬间 全部人都变中分了 就有点像这样乱写 就是我会进入一个 想像的世界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比如说你一天上班很 很 回家打开电脑 看给你的信 你会觉得很舒压 很开心 对 就像我们听到旺福的音乐一样 对 所以旺福可不可以用 短短的几句话来形容一下 你们这次的新专辑 就是呢 我们的新专辑呢 里面有很多现在的旺福 对 里面也有很多是用回忆写出来的歌 可是呢 我们不是只沉溺在回忆里面 比如说像中华商场这首歌呢 对 其实对旺福来说 旧的回忆呢 是一种燃料 你有旧的回忆呢 你去回想那些事情的时候 它会让你有新的动力 让你动力去做新的东西 那旧的那些回忆呢 也不是说就摆着没有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很多旧的回忆 变成新的歌 然后跟大家分享 那所以呢 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呢 旧回忆 然后跟新的动力 那夹在这两样 这两个时间点呢 就是现在的我们 就是旺福 对 然后所以呢 新旧之外呢 还有要强调一个就是 活在当下 因为你每一个当下就是 旧的回忆造成的 那你每一个当下呢 好好用力地活呢 会有 就会有很棒的旧回忆 你也会有很棒的未来 今天的旺福好有哲学性啊 其实一直以来 旺福都是这样 都很哲学 就是说 以前的比较嘻嘻哈哈 就很像 像我这张专辑里面的歌词 有些就会 或是表演的时候 感性一点这样 以前的话也比较皮 就会那种感性 要讲的时候就 不过你出口 就很像小朋友 要称赞女生漂亮 男生有没有 臭男生要称赞 然后说 你好可爱哦 可恋没人爱 这样跑成这样 就没有办法很真心的 就说 很坦然地说出来 本来就觉得他很可爱 这样 那以前就会这样 然后想一想还是 拐个弯 然后又变成讲笑话 嗯 那已经找到一个很帅的方式 可以跟他说 嗯 很可爱 嗯 然后现在的 这个柔软的那一方面呢 就会比较 凸显 比较展现出来 比较可以自然的释放 然后不会释放到一半 又不好意思 然后再换成那个 有趣的好套这样 就是 嗯 我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不一样的 旺福的姿势方式 而且我觉得他 旺福的歌迷 其实跟我们一起长大 嗯 因为像现在来我们live 听旺福表演的歌迷 他们也都带着自己的小孩来了 哇 还有两个月的也飞来了 对 然后还可以 在现场签名的时候 可以跟退机交换妈妈自己 对 聊不完 然后我想他们在听旺福 这张专辑的时候 对 其实也是在写他们现在的人生 因为我们的专辑唱的歌 都是我们附近的事情 跟我们这个年纪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 我们其实拥有的歌迷都是 很多都是一路跟着我们一起来 一起长大的 我们不会一直拥有 头一个年纪的歌迷 对 然后就是大家 这是一个很棒的梦想 可以跟偶像一起变老 有一点 就是跟我们一起 他就可以一直体会 对 我们可以一直写在他现在 在发生的事情 不同时期的人生 他可以感受 如果是 可能是十几岁的小朋友 他们可能听旺福这张专辑 听到东西 一路跟着我们 已经三十岁的歌迷 他平常就不一样 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旺福来跟我们 分享你们的新专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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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